哈囉 大家午安 好好午安 洛克午安 雞腿午安 好好是投降 怎麼那麼剛好 今天 今天 有一點晚開 不過好像最近晚開變成日常 大家也都見怪不怪了 阿基拉午安 哈囉家豪 鳥仔午安 小安香香午安 謝謝家豪的新知冠 九丹午安 哈囉雞腿 孟漢午安 怎麼可以變日常 對你們來說是日常 今天太熱了 所以 所以把額頭露出來 感覺剛睡醒可惡被發現了 謝謝玉安 最近太累了 最近太累了 哈囉田中早安 今天是早安 練團半小時才算是遲到 練團喔 練團我 不知道耶 但感覺好像 對玩樂團 玩樂團的人好像很容易遲到 就是我自己是不太會啦 可是 可是 其他成員會 我說以前玩樂團的時候 就是 通常都會遲到 半小時以上 或是有了一兩個小時 就是我們練團才多久 然後 然後每次練團都會有人玩到 這樣子 哈囉太空 早安 上庭午安 都不知道說早安還是午安 雖然是中午 可是 對 對Mina來說應該是早上 謝謝夏爾的新之冠 應該不是有事煩惱睡不著 不是啦 但是就是昨天比較晚睡覺 因為昨天也練習到很晚 也沒有很晚 就是 微晚 微晚回家 然後回家之後就休息一下 然後我就在看 我就在看粉絲們給我的那個 聖誕冊 然後我就 堅持 因為只看了一半 感覺不對嘛 所以就想說 就要把它看完 這樣子 然後結果看完的時候 發現 發現已經 兩 喔沒有 看完的時候發現已經 一點 超過一點了 然後我還沒有去洗澡 然後我就趕快去洗澡 然後 然後再等下一個整點 所以我昨天兩點睡覺 不過我也是睡蠻久的 睡了十個小時 到底有多累啊 收到了 但是我還沒有把所有的那個 我還沒有把所有的 禮物 你們給我的禮物 帶回家 就帶了一部分而已 因為還蠻多的 所以我 腳踏車真的站不下來 所以我應該會分個 分個三四次左右 把他帶完 哈囉威如午安 總的喵喵躺在床上 大概兩個小時而已 你說現在嗎 現在也躺在床上 一定要整點就是 對 錯過了整點 等一下一個整點睡覺 而且 因為我 看完的時候 差不多一點多 一點多 就是 洗完整 女生啦 洗完頭的話 其實 不能馬上睡覺 就是他可能裡面 還沒有完全乾 所以就在等他乾一下 再睡覺 就差不多整點 就至少規定自己 不要超過兩點睡覺 謝謝米酒的新之冠 其實整點睡覺 有時候對自己是蠻好的一個 時間控制 對 規定自己不要最晚 不要超過幾點睡覺的 那種概念 謝謝蘿莉朗的夢和煙火 今天真的太熱了 本來想說 要不要弄一下瀏海 後來決定讓我的 額頭出來見人 阿華五安 小千就想睡就睡 小千怎麼可以這麼free啊 上班也可以睡 花生糖五安 米蘭今天久違的中分 算是久違嗎 好像還蠻久沒有中分了 但這不叫中分吧 這算中分嗎 謝謝阿基拉 好意無安 這叫 三期分 我中分 我覺得我自己沒有很適合中分 我適合側分 因為中分的話會感覺太 太刻意的 怎麼講 就是 你們有看過那個嗎 網路上有 有那種 就中分 的女生 然後 看起來就是 臉超瘦的 然後 這樣打開 其實她是胖 她是胖胖的 聽說中分是很遮啦 但是我 我應該 我自己覺得我沒有那麼適合 就是太刻意的遮法 大家會覺得 喔 臉頰裡面有藏什麼 Mina以前就是中分 沒有我一直都是分這個 這叫三期分嗎 哈囉阿盧無安 中二分 中二分是你吧 阿巴 亮玲以前也都中分 那亮玲決定剪瀏還是因為 會受到偶像的影響嗎 因為我們團裡面 中分的人還蠻少的 大家幾乎都是日系偶像 幾乎都是有瀏海 我也跟隨時尚的潮流 所以我也剪了瀏海 哈囉呂冠五安 小瘋五安 三期分也是Mina分 真的耶 天啊我創造出一個我自己的髮型 Mina分 以後人家問Mina的髮型是什麼 這是Mina分 然後去剪頭髮的時候跟 那個理髮師說 我要剪一個Mina分的瀏海 感覺好像很厲害 Mina分這樣子 覺得我中分很搞笑 哪有搞笑 但是我現在不是中分啊 我現在是Mina分 髮型師問號 欸真的 真的 我跟你們講 我在 我要去 我們要拍 看見夕陽的MV的時候 我就說 我就說 幫我懶一個夕陽的顏色 我有說過吧 因為我那時候 我平常都是自己懶頭髮 但其實自己懶頭髮 我每次懶完都覺得 喔好 好驚喜喔 就是 就是 自己懶永遠都跟那個包裝上的顏色不一樣 包裝上是那個顏色就懶出來 根本就是另外一個顏色啊 所以每次懶完都覺得 就是你 你洗了頭吹乾之後 你才知道自己懶了什麼髮色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要準確一點 所以就 難得的跑去外面懶頭髮 對 然後那時候去我就說 我要懶一個夕陽的顏色 夕陽不叫布丁頭 沒有啊 夕陽就是有點紅 紅 橘紅色的那種感覺吧 對 可是 他懶完之後也不是很夕陽 就跟我想像夕陽不是很一樣 可是 好吧 就這樣子 可能每個人定義的夕陽色不一樣吧 有些人的夕陽就覺得是橘色 有些人的夕陽可能是 已經紅色那種快要下去了 要懶一個倉鼠色 倉鼠色是什麼色 我現在的顏色嗎 哈囉 羽人五安 名利五安 哈囉 苦味養奶 小風仔五安 阿賢五安 橘紅然後倒黑變布丁頭 這是一個 上庭色很好的那個欸 發行師有沒有 完美城市 夕陽 夕陽有沒有 這邊夕陽西下 黑色然後慢慢漸層 也蠻好看的欸 感覺夕陽色就是要有漸層 那種挑懶的感覺 懶之前沒有對髮色嗎 有稍微對過 但是因為阿 我之前都是自己懶 所以我 我就外面懶的時候都會被碎唸一番 就說 齁你上次這個 自己懶的頭髮齁 你這懶的都不均勻 這樣子我沒有辦法幫你懶到 就是跟上面一模一樣的顏色 因為你之前都自己懶都不均勻 什麼什麼 然後就 就會被碎 所以我真的很害怕去外面懶 我就很 我應該 對我不太想去外面懶頭髮欸 反正去懶就是 我好像在外面懶過 就沒辦法啊 可是去那種 不分長度的店 又會被碎唸一番 還是我都自己懶就好了 換一家理髮廳 沒有我跟你講就是 不管到哪一家理髮院 你自己懶不均勻 你一定都會被那個 懶頭髮的人碎唸 因為我自己Youtube也會看那種 美髮頻道 然後就有那個 髮型師在講說 真的不要自己懶 然後這樣子 你叫我們要懶跟你要的顏色一樣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就是那種 Youtuber啊 髮型師的Youtuber在抱怨 大家有看過嗎 然後還有就說 剪頭髮的時候 最忌諱穿的衣服 就比如說帽T 啊 這裡就鼓起來 然後髮型師就超難 超難看你的那個長度等等 但是然後我就想到 我之前就穿著帽T去剪頭髮 然後就剪完之後頭髮變這麼短 直接變超短 然後我最近看了那個 最近看了 如何吹頭髮 那個是 他是說男生啊 也可以幫女朋友吹頭髮 對 我知道你們沒有 但是沒關係 就是看也知道自己怎麼吹頭髮 我看也是想知道自己怎麼吹頭髮 然後我就發現我吹了二十幾年頭髮 都是吹錯的 哈囉 微辰 對 我這個月生日 是七月的獅子座 如果是一下在行 你說吹頭髮嗎 上庭沒有頭髮 上庭是剛退伍是不是 我知道你們沒有 因為我就是你們的女朋友 大貓座 對我發現我之前都吹錯頭髮 但是男生頭髮比較短沒有差啦 但是女生的話 她就說要一直這樣子 順著毛疏 可是 其實我吹的時候 因為我都想說 要讓裡面頭髮也乾嘛 然後我都會從 下面這樣子 裡面這樣子吹 然後吹完之後 頭髮就 因為我頭髮本來就很多 然後我在那樣吹完之後 我的頭毛就更 更膨 很鬆 所以你們之前常常看到 如果我直播前去洗完頭嘛 然後我就會 毛特別膨鬆 其實那好像是因為我吹錯頭髮了 往上吹 不是啊 因為以前小時候 爸爸媽媽幫我吹頭髮也是 就是這樣子隨便吹啊 倉鼠炸毛 呵呵呵 哈囉阿蕭五安 跟倉鼠洗完澡一樣 倉鼠洗完澡也會這樣嗎 毛很蓬鬆 哈囉奶凍準殺手 妳拿去剪頭髮的時候 髮型師沒有教嗎 欸 我不知道是不是用我 我真的很少去外面剪頭髮 真的很少 我以前都是 我自己剪 但是爸爸 爸爸以前是 剪頭髮的 為什麼他都亂吹頭髮呢 因為他以前好像都是剪那種 你知道那種 呃 多久 四五十年前 爸爸好像也沒那麼老 三十幾年前吧 爸爸就是剪那種 他專門剪學生頭 就是那種 耳上三公分 欸 耳上三公分 還是耳下三公分 不知道 然後跟男生那種 由頭平頭 就是他都是剪這種髮型 所以 所以他幫我剪的頭髮 我小時候就永遠都是剪那種 超級短的頭髮 然後爸爸就是覺得 像櫻桃小丸子一樣很可愛 然後他吹頭髮的時候 由頭嘛 由頭他就 他就很愛給我梳由頭 我明明就已經剪了一個 櫻桃小丸子 小丸子 我是不是 唉呀不飛 櫻桃小丸子的頭 可是他吹頭髮的時候 他就一直 拼命的給我 有沒有 一直往這裡梳 可是我頭髮就是 不是油頭啊 所以他還是會掉下來 可是他吹的時候 就一直 往後吹 導致我覺得我的額頭很高 不知道是被爸爸吹到髮際線 越來越後面了 真的 有一個 有一個爸爸是 吹油頭的 真的很恐怖欸 所以我自己吹頭的時候 我也都是這樣子 就是 往後吹 然後再往上吹 因為可能油頭比較不這麼講究吧 櫻桃小油子 變綜合的髮型 難怪髮際線很後面 對啊 從小時候就這樣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正確的吹頭方式是怎麼樣 看了影片才知道 而且像 因為我以前都是在家自己剪的 我就沒有去理髮院 去理髮院的話 真的算是 露團以後 開始去了 我沒有算過 我去了幾次欸 以前的話 是可以準確的算出大概三次 去理髮院 可是現在的話應該有五次了吧 應該有五次了吧 因為 當偶像 要維持自己的頭髮 維持頭髮長度 要跟公視照一樣 這樣子 雖然我的頭髮長度 常常出了一些意外 長長短短 但是現在 留回來了 就是盡量維持囉 現在有一點長 可能會再去修一下下 因為要維持一樣的長度的話 我現在是因為頭髮太短 所以我一定要去外面剪 不然我之前也都自己剪 現在花一百塊就可以洗跟剪 有嗎 一百塊可以洗喔 如果男生的剪頭髮比較便宜啊 女生的話 女生的話 我是剪一九九的那種 太常出意外 所以已經不意外 這就是Mina的日常 現在太熱響間斷 還是可以理解 不過其實我現在想留長 因為發現 夏天很想要把頭髮綁起來 綁馬尾之類的 夏天的感覺 所以其實現在蠻想留長的 女生一九九很便宜了吧 可是 你要想喔 應該每個人 女生的話 差不多一年 半年到一年 要剪一次頭髮吧 如果這樣子的話 一次剪兩百塊 一年你算剪兩次的話 就要四百塊 然後 十年就要四千塊 二十年就要八千塊 八千塊也蠻多的耶 八千塊可以買很多東西 今天Mina的數學在線 八千塊 蘿莉狼現在也是馬尾 蘿莉狼的頭髮 就算不綁馬尾也很涼啊 女生一九九比茄子去剪的還便宜 真的假的 茄子都是給那種 有設計師設計的髮型 是不是 算到二十年 對啊 因為我今年二十四歲 其實我照理說要算到二十四年 不過剛剛出生好像沒有毛 我們就前四年先不算 呵呵呵 省錢居然算到二十年後 對啊 可是我 這輩子只有剪過五次 去外面剪過五次頭髮 還蠻省 省了不少錢 男生每個月都要剪頭髮 對 男生頭髮長很快 有聽過一次八千塊的 對啊 那種設計師剪頭髮很貴 前四年還沒長毛不算 對啊 前四年 那毛都沒長期剪什麼頭髮 Mina所有的花費會特別記帳嗎 嗯 我都有在記 我有用那個記帳的APP 就是想知道自己的每一筆開銷 超省倉鼠 對啊如果可以自己剪 我也是覺得自己剪就好 不過現在太短了 有點不太好剪 好賢慧 會不會太省 大家覺得Mina太省 但是我其實是一個 我是對自己很省的人啦 就是我 如果跟朋友出去 如果跟朋友出去或者是 朋友的什麼禮物之類的 就不會省 我會省在自己身上 對朋友不能省 省錢就是賺錢 我是覺得我自己是一個 蠻隨便的人 所以我自己不用用很好的東西 不用穿很好的衣服 吃東西也吃隨便 剩下的就好 沒關係 反正我覺得我活得蠻好的 就是不一定要吃很貴的東西啊 簡單便宜的東西就很好了 謝謝家好的Kiss啾啾 謝謝家好的Kiss啾啾 哈囉鼠牛虎兔龍蛇馬 手機應該用好的 有手機 其實我以前 我以前都是用隨隨便便買的手機 我對手機不怎麼研究喔 只要可以拍照 可以拍照 畫質不要太差 然後聽音樂 就是手機主要的功能吧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我這次算是花 大成本買了 對我人生第一支 Apple的手機 有點算是 對自己的工作蠻負責 因為其實之前常常那個 之前常常開直播的時候都會卡 然後 好像真的換了 換了手機之後不太卡 我不知道是Longlive的平台有改還是怎麼樣 但是 整整換了手機之後 已經不太卡了耶 所以我覺得 因為我對自己不需要很好 可是直播是這麼多粉絲在看 所以是對你們 你們看到卡卡的人會覺得看了很心煩 我暗期到底不想要看吧 所以 我覺得換這個手機就是 就是為了你們 講為了你們 換會不會有點 壓力 就是覺得 讓你們有好的直播的品質 讓我自己 我自己也 用用看 用用看蘋果的手機 沒有用過 Mina頭髮好像變長了 對有點想要再去修剪一下 而且今天沒有 沒什麼整理頭髮 謝謝Mina的布 感動 沒有我自己也 我自己也升級一下 還有就是我之前有收過嘛 還有 就是成員在傳檔案資料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DROP很快很快 然後我就邊元數邊元一波 所以 這個也是我想換的原因之一啦 所以不 不完全 對 不完全是因為 因為直播的關係 對 還有就是傳檔案的部分 短髮控被觸發了 國術嗎 國術是短髮控 國術不是小迪腿嗎 小迪是長髮牙 我怎麼突然說Mina加油 哈囉 哈囉 志偉哥無安 謝謝志偉哥的新之冠 話說 露了額頭之後發現自己的眉毛真的很濃 今天應該要用 懶眉膏的 每次看到自己眉毛很濃 都覺得有點害羞 我眉毛真的是太有存在感了 我來回猜一下 我要讓我自己那個 累積到100勝 我還差2勝 可惡 一直猜不贏 太難了吧 傻眼 我今天差了15場 然後只贏一場 也太慘了吧 有兩斤農嗎 是沒有啦 是沒有啦 可是我覺得我小時候有 有覺得自己有那個 網路不穩 是沒有 我的手機突然 突然螢幕變暗了 可是我已經調到最亮 這是為什麼 這是為什麼 我覺得我小時候有一點 有一點一致眉 就是眉毛真的濃到 我覺得它快要長在一起了 然後就會 就買了那個拔眉夾有沒有 然後就會拔自己 中間的毛 然後拔久了之後咧 拔久了之後 我就發現它好像不太會長了 所以就是你們現在看到我的眉毛 濃筆沒有毛好 真的嗎 原來是一眉鼠 感覺好痛 但是眉毛真的要定期修 眉毛真的要定期去修 不然我真的 我的毛真的超級多 眉毛啦 眉毛超級多 中間有拔過 現在還是要用拔的啊 因為我們會用 男生好像不怎麼修眉 反正女生會用那種 就是刮眉刀 就是稍微修眉毛的型 但是用刮的那種 會長得很 長出來很快 然後也比較粗 用拔的是比較好 所以通常會刮好在拔 會用剃的 張先生有在修眉喔 眉毛厚不錯 怎麼樣代表有財富嗎 希望我有財富 而且我要告訴各位一個好消息 對我自己 對你們應該也算好消息吧 就是我已經挑戰 自己在做挑戰 我已經挑戰一個星期沒有吃吐司 成功了 大家應該對Mina的健康感到非常的開心 對我已經一個星期沒有吃吐司了 因為我真的是看到吐司覺得有點吃到怕 所以我一個星期都沒有吃吐司 大家吃別的麵包啦 吃別的麵包 謝謝中和麵包 掌聲鼓勵 謝謝哈哈 耶 對但是我就是買那種 你們知道嗎 就是賣場特價 特價集氣出清的麵包 這樣子的話就比較便宜 是不是換後片 後片也是吐司啊 對但我很開心 我擺脫了一個星期的吐司了 還以為我吐司成癮 沒有我真的是吐司吃膩喔 我真的 Mina長大了什麼長大了 沒有我跟你們講 我挑戰一個禮拜沒吃吐司 然後這禮拜就會再去買吐司 因為已經 一個星期沒有吃吐司 這還是 開銷會比較偏大一點 因為真的吐司這個是最省的 吃麵包跟吐司不是一樣 怎麼會一樣 怎麼會一樣 麵包 麵包會有很多別的配料 對我要烤一下我今天的 我要去烤一下我今天的早餐了 今天的早餐 先挑戰一個月 一個月 一個月吃 不吃吐司嗎 這樣真的很開銷很大耶 而且你們知道 早餐不吃吐司麵包 還能吃什麼耶 你說那種中式的嗎 蛋餅之類的嗎 但我就是喜歡麵包啊 真的有人可以一個星期 都不吃麵包類的嗎 可是就算你去早餐店 你點 漢堡蛋 吐司蛋 那也都 怎麼可能吃不到麵包 天天吃蛋餅更膩吧 早餐吃雞排 不行耶 我覺得雞排這種東西 就是要宵夜吃 就是很罪惡的那種 有時候就想說雞排熱量很高 中午吃的話 就是可以 感覺它比較 沒那麼有罪惡感 可是中午又覺得 像我今天就睡到將近中午 然後我一起床 你叫我吃雞排 這個不行耶 超油膩的 超油膩早上吃白飯 欸很像日本人耶 那有配衛生湯嗎 喔 衛生湯才對 上次的口罩麵包是名店的嗎 沒有 那個就是大賣場的麵包 就是去跟姊姊光賣場的時候 看到有那麼一個 覺得太可愛了吧 然後 而且重點是它那個口罩麵包 它就只有一個而已 然後旁邊賣的是什麼 麻糬 紅豆麻糬的麵包 就是超多個 然後口罩麵包只有那一個 然後我就想說 這怎麼看都是做那個 紅豆麻糬麵包 然後多出來的麻糬皮 然後就是 麵包師傅的餓趣味吧 隨便就做了一個口罩麵包 它就只有賣那一個 感覺就隨便做的 然後 然後賣那個看賣不賣的儲蓄 然後結果偏偏都沒有人要買 然後就只有我跟奶奶看到 覺得很可愛 所以就買下來 呵呵呵 之前不是要挑戰圖絲100種吃法嗎 我已經有了吧 我吃圖絲已經超過100天了 可是我的吃法都一樣 我的吃法都一樣 就是果醬啊 其實吐司變來變去就這樣 加蛋加奶油加果醬 加巧克力醬 加花生醬 就是各種醬 這差不多 口罩麵包握手會有出現過 有有有 來握我 米娜是吐司成癮症 我是蠻喜歡吃麵包 但吐司真的吃到你 對我要先去吃我的 那個今天的麵包了 我先去烤一下 哈啰 小咪阿 午安 台中的泡芙店有出口罩麵包很多人買 跟我那個長一樣嗎 還是要更好看 天啊 真的太熱了 我沒有綁頭髮的 頭髮裡面都是熱氣 香棒耶 可以挑戰各種吐司的料理法 我跟你們講 這我之前已經每天都在做了 因為吃吐司吃很膩 就會開始挑戰各種料理法 可是如果太多料理法 對我來說沒有省到錢 所以真的是不太可行 就比如說吐司加 鮪魚阿 還是加什麼別的 火腿 其實火腿這些加工食品 罐頭食品都是蠻貴的 所以如果 如果我真的要做100種吃法的話 可以 但是就是沒有省到錢 然後還有包括奶油阿 那種牛油塗在吐司上 很香很好吃 可是其實牛油也蠻貴的 好熱喔 我要綁馬尾 可是我 我這裡好像沒有 沒有綁頭髮的 什麼很不健康 你說牛油不健康嗎 謝謝太空的love 隨便綁一下 從包包拿到的 怎麼講到快哭癢 沒有啦 沒有 沒有綁頭髮照 用手抓住 那手也太痠 一整集直播都 一直舉著 來放一下音樂好了 來放一下音樂 馬尾Mina 可是直播好像看不太到耶 只看到一顆球的Mina 來放一下什麼歌喊呢 隨便點個歌來聽聽 欸 沒有 沒聯絡來呀 Himeji 午安 難得開播這麼久才放音樂 喔對啊 因為今天 今天剛起床沒多久開播嘛 然後就 聲音 就是 等一下我想喝一點東西 聲音 聲音還沒有完全開嗓 因為 剛起床 所以就想說不要放音樂 不然就是 要很大聲 突然一個可愛鬼臉 欸有嗎 謝謝牛仔的新之冠 怎麼連不到藍牙 等一下 謝謝浩浩的Kiss啾啾 快轉一下 有沒有可能是 因為我開 我開分享網路 謝謝牛仔的獅子罐 哦 剛剛太亮了 好像好像是不是調太亮了 這樣好像這樣好像正常 太陽升起了 太陽升起了 剛剛突然爆亮 因為我覺得好像看起來有點暗 我想要調亮 可是它又會變太亮 Mina發光了 來調亮 欸這好噁喔 哈哈哈哈 Mina聖光 痘痘還在嗎 痘痘 她沒有長出來 謝謝玉安的新之冠 主播直接消失 痘痘她快消失了 一點點 沒有長出來 因為我有除痘痘的藥 剛剛那樣突然亮起來好像要飛先 欸很像那個 天使有沒有 天使她 她快要回到天上的時候 她就會 她就會這樣子 然後慢慢變淺 然後就 其實 而且你們有沒有看過那種 那種動漫裡面 動漫裡面會有一個女主角 然後她其實是來自另一個世界 然後她時間到的時候 她的身體的一部分 就會慢慢慢慢消失 所以她身體的一部分 就會慢慢消失 然後就說 大家其實 我不屬於這個世界 我現在必須要回去了 再見了 然後我的身體就會慢慢慢慢 一部分消失 然後越來越大 越大 然後就會消失 欸好噁喔 等一下 好噁喔 剛剛那顏色超噁欸 對跟大家say goodbye 我好中噁 欸不是 我真的 我雖然很少看動漫 也不太看 我不太對那種愛情 愛情偶像劇 有什麼興趣 但是 但是自己會有這種幻想嗎 我真的沒有很常看 但我就自己 自己腦 自己腦洞比較大 烤箱東西烤好了 好 那我去拿我的 我的早午餐 耶 不是 不是吐司 給大家介紹一下我最近超愛吃的東西 小逸覺得這樣很正 得不到手的樂是喜歡 不是這個意思嗎 國術也不看偶像劇的 但是知道這個梗 關播新梗挑亮慢慢消失 好啊可以啊 我今天就這樣子關播 欸不行啦 這樣關播會有噁心的截圖 我去拿我的舞春 好像很燙喔 好燙喔 這是我的午餐 這根本就是老鼠超愛的食物 你們知道嗎 小餐 不可以小餐不可以跟我搶這個 這個是 你們看 這個上面有超級多瓜子的 然後中間是起司 這個是賣場的麵包 然後他出清特價一個40塊錢 然後我分了4天吃 那這是最後一塊了 這是最後一塊了 有點像蘿蔔糕 蘿蔔糕怎麼可能長這樣 這怎麼看到是麵包啊 倉鼠的最愛 真的 40不便宜 40可以分4天吃欸 40分4天吃 1,10塊 然後這蠻營養的啊 就營養有均衡到 吐司的話 吐司一片應該要4塊5塊錢 可是你會加別的東西 所以 這樣子的話當然是比吐司貴 可是至少它還蠻健康的 而且我很喜歡這種 這種 這叫什麼 歐式麵包 這真的是 我真的覺得這麵包是老鼠的最愛啊 又有瓜子又有起司 超棒 這不是杏仁 這個是瓜子 好好要去休息了 Mina才剛要開吃 好好拜拜 上班加油 謝謝鐘喵的新知貫 太省了吧 什麼 一個40塊的麵包還會省嗎 不會啊 我覺得還好啊 總不可能天天吃吐司吧 而且這個很好吃欸 自己做也不見得會比較便宜啊 買這些 買這些 原料 這些起司瓜子也沒有便宜 也沒有很便宜 這個是因為 是賣場自己做的 所以 大賣場自己做的東西 就是因為他們的原料大量進口 所以他們就很大方 超多的 40塊麵包不算低價位 等一下你們的 可是你們去早餐店 就是隨便買就會花 就會花40塊錢啦 小野熊熊的新知貫 40塊他超大耶 40塊這麼大耶 還是他吃蔬菜 我一般早餐不會特別去吃蔬菜耶 就算去早餐店也不會有蔬菜啊 除非你吃什麼 蔬菜蛋餅 還是什麼 就是有特別加蔬菜才會有 加生菜的東西 通常早餐我都是吃澱粉 那很大耶 就是剩最後一塊了 我其他餐都有好好吃啊 有啊 只是因為我直播時間 通常都是中午跟晚上 然後偶爾會有五點直播的 小千以後都要叫柴哥了嗎 都可以啊 蛋糕超貴 對啊 隨便一個蛋糕都七八十了 而且我之前不是說 我很想要買那個 皮卡丘的甜甜圈嗎 然後一直都買不到 然後到最近 經過 的時候都看到有很大量的 皮卡丘甜甜圈 就現在是 已經推熱潮了是不是 就是我下午經過都看到還有在賣 然後本來想說要去買 然後結果看一個 這麼小 75塊錢 所以我後來還是決定算了 我不買了 我不買了 太貴了 買不下去 其實我快可以吃一個便當 還是算了 現在自小 皮卡丘自小 太快了吧 那時候還騙人只賣一個禮拜 真的喔 那時候說只賣一個禮拜嗎 超貴的 所以我決定我還是不要買 我不要為了可愛 所以就買 太貴了買不下去 不是我不買啊 不是沒人要 這是它太貴了 一個甜甜圈75塊 真的不行耶 我還是吃 不同甜甜圈沾躺了一個 10塊錢就好 又吃得飽 我覺得早餐 早餐 我是什麼意思 安安不分 早餐的話我覺得 10塊錢都算是很便宜 比如說 10塊錢買一個甜甜圈 10塊錢 買一個肉包 我都算是很OK的啊 所以這麵包 40塊分4餐 一餐10塊錢 我覺得很OK啊 早餐控制在10塊還不夠省 你們真的要逼我 天天吃吐司是不是 這樣我要生氣了喔 安安不分 哈囉善婷 亂改粉絲名 早餐吃甜甜圈好罪惡 還好吧 至少不是宵夜吃 宵夜吃才是罪惡 那甜甜才是炸的 好開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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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喜歡起司 全天看到兩個國中生 他們沒什麼錢還要去吃雷滴耶 超華哥是怎麼看得出來 他們沒有錢 因為不一定啊 現在搞不好有些國中生 他們家裡很有錢 爸媽給零用錢之類 他們就還是可以去吃貴的店 好開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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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我念不順的跟一般人不一樣 有吃過奶油式的甜甜圈嗎 那不就要播題嗎 國中開始打工 國中可以打工嗎 喔可以 國中的話 但是要15歲才能打工 所以我記得我是國中一畢業就去打工耶 因為那時候我才15歲 而且15歲算同工還不能做太久 有倉就不會分 所以我其實是 倉倉不分 跟台語要有幾句特別標準 是不是 現場數皮包裡剩多少錢 這也不代表他們沒有錢吧 可能就是剛好沒有帶到錢之類的 因為像我本身也是 不用信用卡的人 然後有時候出去吃飯的時候突然發現 啊今天忘記零錢了 然後就 就開始數錢包裡有多少錢 所以這告訴我們半卡的重要性嗎 倉庫裡面的倉鼠 茄子特別標準的台語 沒有這是因為 劉娥教我茄子的台語 我是如此可教 大家好好教Mina 就等好好學 嗯 嗯 現在沒有卡真的很不方便 我也覺得 我覺得我好像要去辦一下卡 不然每次放進領錢就很麻煩 因為領錢你還要找 你那一家銀行的那個提款機 不然要被收手指揮 而且愛追蹤 我要教日語嗎 我教日語就算了吧 我算是澳門人 但是我廣東話不好啊 我看台灣人也有台語不好的 很多卡都有回饋 可是其實厲害的人 錢包應該是超多卡的 然後知道什麼時候有優惠 小千說玉語都被我笑 怎麼可能偶像怎麼可能會嘲笑粉絲呢 衝動的瞬間需要魔法小卡 我知道我爸媽為什麼不要我去辦信用卡 因為他們就怕我會 那種 他們以前常看新聞有那種卡奴有沒有 因為信用卡就是 那種可以隨便刷隨便刷的 然後結果就刷到一屁股窄 所以他們就很怕我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被人家追債 他們覺得很恐怖 所以都叫我不要去辦卡 那他們自己也沒有辦卡 但是其實我覺得他們是多慮了 因為我本身就不是一個會衝動消費的人 我買東西錢都思考超久了 就是 我有說過吧 我在網購的那個購物車裡面 差不多一百項東西 然後會觀察很久 然後可能他突然出了某個促銷活動 我才買 就是我不是一個會衝動購物的人 然後 雖然我的個性就沒有辦法變成卡奴嘛 我吃雞排 然後 我思考非常久 思考了一個月 還沒有買 還沒買 對 彼腿不要再tag我了 真是啊 我知道啦 我在思考 我在思考 搞不好某些雞排店特價 不過雞排好像是不太會特價 都是固定的價錢 但是想了很久 然後最後再決定 要不要買 有時候可能想很久 然後就覺得 好像不需要買了 有時候就會這樣 你想一想 就不想吃啦 就又 又省錢了 又省了60塊的雞排錢 這超多瓜子的 好棒 幸福 而且麵包超脆 謝謝 之前會問那麼多問題嗎 就是你平時消費習慣等等 有人要發雞牌的時候去領免費的 誰會發雞牌 哪裡會有人發雞牌 就算選舉也沒有人在發雞牌吧 選舉通常都發衛生紙可是超開心的 每次選舉期間 就會有很多免費衛生紙可以用 就省了一筆開銷 年底前會吃到雞牌嗎 我跟你們講一定會 一定會 而且特別是天氣冷的時候會想吃 而且我爸爸媽媽 以前蠻嚴格的 他們就怕我不好好讀書 然後 家裡就故意不辦網路 然後 辦了網路之後呢 那以前那個年代很流行玩什麼 即時通嘛 他們也不讓我玩耶 就是我只能 用信箱 然後每天就是 只能用信箱寫信 然後給 給鄰居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以前 對我以前 信箱 就是 最常回信給鄰居 就是鄰居他會 他會記那個 就是 有一些什麼生活的 對不對 鄰居會 記給我一些就是比如說什麼 生活的小知識 或是什麼 對然後 因為鄰居會加我的那個 Email啊 然後 然後我就 然後我每次收到 他是那種會一次發很多信給 就是給他所有的朋友 的那種 然後 通常大家就是看到那種群發的信 大家就是看過就好 因為我那時候的 唯一休閒娛樂就是只有 收發Email而已 鄰居走出去就好啦 沒有可是有些資訊就是在網路上有附圖文的嘛 所以 就是要寄Email啊 米娜是會放長輩圖 沒有 那時候還沒那麼流行長輩圖 我跟你講長輩圖真的是近幾年 是因為近幾年長輩也不太用Email了 他們現在也不用了 長輩現在就開始也開始學年輕人用LINE什麼 所以才會出現長輩圖 這真的是近幾年的趨勢 但是在我以前那個年代 上面也沒有多久 差不多10年前我第一次家裡有網路 我真的就是每天的休閒娛樂就是 除了玩留言板之外 就是回覆Email 我覺得每一封信 鄰居可能會一天傳五封那種不同姿勢健康的那種信 然後我都會認真的回覆他每一封 然後已經回到鄰居跟我說 妹妹你也太可愛了不用每一封都回啦 就是我會看完之後然後 就打我的感想有沒有 然後回寄回去 然後我後來發現 Email好像一般人發不會期待說 收到你的回覆感想了嗎 我覺得我那個太可愛 對啊 就很認真耶 那時候就 唯一的休閒娛樂就是 收發Email啊 各種養生療法之類的 有可能耶 我有點忘記了 但是那個信箱我現在已經沒有在用了 因為好像後來被盜帳號 所以 所以我後來就沒有在用那個帳號 我寄給你們你們天天回 可是鄰居跟我講過之後我就 我就沒有在回信 然後後來我也去 因為同學都在玩即時通 因為Email跟即時通其實是同一個帳號的嘛 所以我 後來就去玩了即時通 然後完了之後 因為那個信箱上面 我不知道怎麼信箱要有這個功能 信箱上有一個功能就是會 如果你在玩即時通 它就會顯示 你在線上 對可是鄰居跟媽媽他們那時候都覺得說 我不可以玩即時通 不可以聊天 因為我這樣子的話會影響我的客業 他們覺得聊天就不好 我只可以用Email回覆這樣子 然後 對 可是重點是Email它會顯示我在線上 然後鄰居看到 他就有跟我媽媽 講 然後也有跟我講 就在討論 他就說 他好像還專門寫了一封Email給我 他說 他說自己啊 阿姨知道你現在開始有在 玩這個即時通了 但是你要注意 就是不要聊太多天這樣子 會影響客業什麼的 然後 然後我就覺得 可惡啊 可惡 為什麼要有這個顯示上線的功能 但是我覺得其實還好 因為我自己是蠻 自律的一個小孩 我其實自己知道 怎麼規劃我的時間 謝謝新吃貨 謝謝燈燈的玫瑰 自己啊自己 對啊鄰居叫我自己啊 鄰居叫我Mina 也太奇怪了 如果是你一定超討厭鄰居 沒有沒有 但是鄰居真的就是 從小就跟我們家關係就蠻好的 現在懂為何要有小帳了吧 哎呀現在才知道 天仙王5 選擇下線就好了 有然後後來我就發現 他有一個功能是 永遠顯示離線 所以我的即時通 都是永遠顯示離線的 而且我也不是 我也不太喜歡 我每次一上線 然後就會很多人找我聊天 這樣講是不是好像我很 很夯 就是 顯示上線就是會 有人找你嘛 就是會有人找你 然後我就覺得很麻煩 因為其實我沒有很喜歡聊天啊 我沒有很喜歡聊天 所以我都沒有 就是國 國中的時候 還是國小 國小的時候啊 國小的時候 不是 就是會有朋友找你聊天嘛 就是因為大家都那時候都很 沒有什麼別的休閒娛樂 打遊戲 好像也會打遊戲 但 以前小朋友的休閒娛樂 就打遊戲聊天 就大概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打遊戲 打遊戲我是沒辦法打 但我又 聊天很麻煩 所以我都永遠顯示離線 這樣的話就是 只有我可以去找別人 然後別人不會特別找我 以前吉時通不是要一直按叮咚嗎 喔對啊 以前 我還記得耶 對就是要叮咚別人 但是我就覺得別人每次叮咚我很煩啊 很煩 太夯的煩惱 沒有沒有 就只是我個人 就懶得聊天而已 就是 獅子做就很懶嘛 繼續吃我的起司 大家不要小盒子喔 可是你們小盒子我又不會回了 謝謝布想上班的布 布 敬無安 全部有人可以叮咚 怎麼有點悲傷 我也趕快就加好友 趕快去問林姿 她的帳號是什麼 明天的line也加一加啦 沒事就發張貼圖過去 謝謝 謝謝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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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哥以前都沒有人叮咚 沒人叮咚就趕快去叮咚別人啊 每天急事痛就是這樣啊 你明明就沒事然後就 也不知道要聊什麼 就去叮咚一下別人 所以我為什麼覺得很煩 就是 人家其實根本沒事嘛 根本就沒事 只是 單純想叮咚而已 鄰居人不給你加 米酒跟鄰居的關係有那麼差嗎 但我真的覺得我的鄰居人都很好耶 就是比如說我有時候 晚上 晚上要去 要出門 然後又要 但是我們家垃圾車就是晚上來嘛 晚上來的時候 我就想說我去丟垃圾 然後順便騎腳踏車出門 然後我就 我就一邊牽著腳踏車一邊拿 拿著垃圾要準備去丟垃圾 然後鄰居就看到我牽腳踏車就說 你要 你要出門喔 我就說喔對呀 我想說 就順便丟垃圾嘛 我就說對 然後鄰居就說 那你趕快出門 你趕快出門 我幫你丟這個垃圾 然後他就 他就抓著我的垃圾 然後就走了 你趕快出門 可是 我根本就不急 只是我 完全不急啊 我就想說 我只是因為我們家沒有電梯 我就 我就不想要 丟好垃圾 然後再爬五樓再下去 我只是想省這一段 樓梯上下的 因為很累 我只想省那個 對然後 然後 鄰居就 超鬧心 鄰居就會說 欸 你要出門 你趕快出門 我幫你丟垃圾 然後就把我垃圾拿走了 鄰居超好 謝謝星穎的石頭 現在不是你要去上課嗎 有啊 這是不同鄰居 丟垃圾的鄰居是住我們家樓下的 很好的阿姨 會問 會問號我的那個鄰居是有兩來服的那一家 然後以前我們家 小時候很常忘記帶鑰匙 忘記帶鑰匙的時候也會跑去他們家坐 也會跑去鄰居家 就站在門口阿姨看到 你怎麼站在門口啊 都忘記 忘記帶鑰匙 要不要進來先進來坐 先進來坐 鄰居超好的 楊蜜蜂的是 楊蜜蜂的那一家是寫E沒有給我那個 鄰居 他的老公是 對是楊蜜蜂的那個 那是另外一個鄰居 這都是不一樣的鄰居 然後我想到 鄰居真的超好 這又是另外一個鄰居喔 不是樓下倒垃圾那個鄰居 又是另外一個鄰居 就是 我姐姐他 他真的是 很ㄎㄧㄥ 他曬衣服的時候 他就把我的那個 因為我們家樓 有分兩層樓嘛 然後曬衣服之後 到那個 天台去曬 樓上一層 然後奶奶他就曬衣曬 他就把我的 牛仔褲 掉下去 就是掉下去 掉到那個遮雨棚上面 然後掉下去之後呢 他就把他 他不把他勾起來 他就直接把他肚下去 直接拿那個 曬衣的 曬衣乾 直接把我的褲子 漆下去 他就說 這樣應該掉到一樓了 你去一樓撿看看 然後就 很奇怪 明明就他把我的褲子弄掉 然後叫我跑去撿 然後我們在五樓 然後我又咚咚咚咚咚 跑去一樓 然後我跑去一樓之後看 沒有褲子啊 然後我又跑上來說 奶奶沒有褲子 他說 沒有掉在一樓 難道掉在別的地方了 那時候又很暗 那時候就晚上很暗啊 所以我就不知道去哪裡撿 然後我就說 但我看到感覺好像 可能掉在 掉在別的樓層的遮雨棚 然後久到第二天 我去倒垃圾之後 然後 有一個鄰居看到我 他說 你是不是有一件褲子掉在我們家外面 那個遮雨棚 因為 我說 應該是 他說因為 他看那個褲子很小見 他就猜應該是我的 對 可是 因為他們家有客人 他就說 他改天再幫我拿上來 然後有一天是我回到家之後 然後奶奶就說 欸 剛剛鄰居已經把你那個褲子救上來了 很好笑 鄰居超好 我那時候聽到鄰居問我說 那件褲子是不是我的之後 我反而就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就是 因為掉在人家家遮雨棚嘛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進去就是拿什麼東西把它勾起來 就是也是蠻麻煩 結果鄰居人超好 他就有天我不在家鄰居就不知道怎麼 就反正就幫我救起來那件褲子 人超好 人真的超好 難怪咪娜都不穿褲子 我好穿 我好穿 奶奶很怕 對 奶奶她每次做事情 我就說奶奶做事沒有一次可靠的 就是她平常都不做家事嘛 你看她上次 只是要插個 插個桌子 然後就 我手割到什麼東西了 快點幫我拿 幫我拿優點 我流血了 然後 然後這次是什麼 就是叫她去曬個衣服而已 平常她都也沒有什麼在曬衣服 她都把 衣服丟進去洗衣機裡面之後 然後她就去睡覺了 然後我要負責曬衣服收衣服 然後 那一次我就說 你很久沒有做家事 你去曬一下 就好啊 一叫她去 她就把我的褲子 從五樓丟下去 然後還要我自己跑下去撿 奶奶超過分 她真的是很ㄎㄧㄤ 奶奶真的是 她真的做事情太不可靠了 紅衣無安 奶奶是食物鏈頂層嗎 那我就食物鏈底層啊 我怎麼老鼠永遠脫離不了食物鏈底層的命運 好難過 奶奶都把這些交給我的爺爺了 對啊 奶奶以為他自己是富貴人家 公主命 我就很 我真的是富人 我真的是家裡的那個什麼 傭人 我跟那個仙度瑞拉一樣 奶奶計畫通 這樣我以後就不會想叫她曬衣服 可惡啊 叫她折衣服 以後叫她折衣服 Rocke不安 米娜褲子原來曬在鄰居家外面 沒有 我跟你們講超慘的 重點是她把 我褲子 弄下去之後 然後結果第二天一大早 好像上禮拜是 上禮拜不是常常會有那種 午後雷震雨嗎 然後那時候就 我記得一大早就突然下 大雨 然後我就想說完了 我褲子沒救了 就是突然 那種午後雷震雨是怎樣 會突然下 暴雨 然後突然出大太陽 那樣子 然後我到時候想說天啊我的褲子 也太可憐嘛 下大雨 然後又 又突然出大太陽 然後加上雨水 還有遮雨棚上 應該也很多灰塵 那褲子應該不行 可是鄰居還是很好行 再經過大雨 大風大雨 然後再幫我把褲子救回來 來 千人莫愁的LOVE 小內內 小內內就尷尬了 沒有奶奶使喚我就當不了仙杜瑞拉了 等一下我有說我想要當仙杜瑞拉嗎 我沒有想要當仙杜瑞拉 謝謝Akira的新吃貨 拿花應該超髒的吧 我也覺得應該很髒耶 可是因為拿回來的時候我不在家 所以我也不太知道狀況 但是真的覺得鄰居都超好的 真的是敦親睦靈啊 小酷酷的話會說不是我的 小酷酷就算了吧 一般人也不會想撿啊 小酷酷的話 一件也蠻便宜的 可是牛仔褲的話 那件真的是我最喜歡的一件牛仔褲 就是我每次那個 迷寧康舍安口曲我都穿的那件牛仔褲 是我最喜歡的一件牛仔褲 結果掉下去我那時候超心痛的 重點是價錢嗎 也還好那件褲子其實不貴 那件牛仔褲其實是 二手的 其實是蠻二手的 但是重點是我很喜歡那件褲子 但是怎麼講其實我想想之前奶奶他非常常在曬衣服的時候把衣服弄下去 我不知道他到底怎麼曬的 但是我是沒有過 我是沒有過 但是我覺得如果我把奶奶的衣服弄下去他應該會生氣 我覺得脾氣太好了他弄下去之後我就 我就有點難過 那件是我最最喜歡的褲子 然後奶奶就說 奶奶不是故意的 然後叫我下去撿 我覺得 他弄掉 不小心弄掉下去沒有關係 可是 為什麼叫我去撿啊 因為那時候家裡開的冷氣他可能就不想下去 家裡開的冷氣他不想出門然後就叫我去撿 你弄丟別人的東西還叫人家下去撿他怎麼好意思 這很讓人生氣耶 我不開心的點是這個 所以我現在抱怨他了 謝謝阿華的love 東東無安 弄一次試試看 弄一次什麼 你說把奶奶的東西弄下去嗎 不行我跟你講他這種會生氣 奶奶真的是 奶奶真的是個奇妙的人 米娜的缺點是人太好 是嗎 不是我的缺點是 缺點米 把奶奶弄下去我也會跟著一起下去 太恐怖了吧 我們家曬衣服在六樓耶 不要這樣 好恐怖 我很想見到你們 強大聲是不是要回去滿好 拜拜 被打個半死 真的還是不了 想看我撒嬌 想看我撒嬌還把名字打錯不撒嬌了 想看我撒嬌還把名字打錯不撒嬌了 我不去奶奶也不會去 對阿 後來還是鄰居自己拿上來 真的要感謝鄰居了 我餅 Katie 最愛咱們 我扒嬌還把名字打錯不撒嬌 可是我心裡 我是不知道 我要去找一個名字打錯不撒嬌 不是說明天打錯不撒嬌 我被打是不是 不是說明天打錯不撒嬌 不是說明天打錯不撒嬌 我被打是日常耶 我被打是日常耶 我被打是不是 我被打打的 想看眉眼撒嬌 蛤 眉眼不會撒嬌耶 眉眼那麼帥的人家撒嬌得太尷尬 Mina還比較會撒嬌 HELLO I15啊 被打的是日常 對啊 因為奶奶睡覺也會踹我 因為我最近比奶奶晚睡一點 然後一睡覺就發現奶奶在那邊狂踢我 因為我是一個睡覺會睡很熟的人 所以我如果先睡著的話 奶奶踢我我也不會知道 可是因為最近我比她玩睡 所以我就發現她睡覺一直狂踢耶 然後我起來身上都會有瘀青 我可以偷踢回去 我不會偷踢回去 但我會把她腳抓住 不要踢我然後她就會 奶奶做什麼夢 我可能在武打吧 可能在武打 把奶奶踢下床 不行啊 把奶奶踢下床 我可能就要送急診了 她會抓狂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把腳綁起來 把腳綁起來 第二天被她發現 我可能就會被 手腳都被綁起來 嘴巴也被封起來 直接綁跳 這是奶奶身體健康常說的秘訣嗎 奶奶睡覺才在練太極 有沒有 奶奶踢下床 馬上就是米娜被丟下樓了 我很想見到米粉們 別這樣 奶奶是個狠角色啊 不能髒惹她 現在還是跟奶奶睡不同邊嗎 對啊 因為我們睡覺時間不一樣 而且已經 已經太習慣睡在不同邊了 所以突然間我跟她睡同邊 我還會不習慣 會覺得很奇怪 可是睡不同邊的壞處就是對 她腳一踢我就 我就 就是踢到我的臉了 米娜買瑜伽墊是避難用的 對 好像有一隻奶奶睡覺睡著整個大字型 沒地方睡 超可憐 我就睡在瑜伽墊上 不過瑜伽墊其實還算蠻好睡 因為我有收過我小時候都是睡在木板 睡在木板上面 我自己是喜歡睡硬的 所以其實瑜伽墊跟木板比起來 瑜伽墊還蠻好睡 蠻軟的 姊姊男朋友知道這件嗎 應該不知道吧 相信她在男朋友面前 形象也維持得很好 這樣子 然後看到我這樣 快點去做家事 買防疫隔板以防備提 睡覺用那種隔板有用嗎 睡覺的時候抱住奶奶的腿 她抱她的臭腳牙 米娜要睡在夾層裡 米娜都在夾縫中求生存 真人版先杜瑞拉 真的 我就是 隔板會被奶奶打破 我覺得奶奶可以 你看 奶奶在做夢 她是練她的什麼 那種 跆拳道 空手道 所以買隔板感覺也 對她來說都不算什麼 我今天會播到幾點 我今天有晚開耶 所以 我在想 對我在想 我今天有晚開 我是一樣播到1點半好 還是 還是要再多播15分鐘 星期五我也是 我也是中午直播 今天13分才開的 對 今天13分才開的 那我要多開 多開13分鐘 那就要到45 快要45分耶 還是我今天播到1點半 你們覺得呢 因為怕中午你們會不會 1點半都要去上班了 然後 先把小餐吃完 我本來想說 只有一小時 我本來想說 播一個小時就好 然後 然後想說還沒吃完 就慢慢吃好了 那其實 我覺得 直播 直播的時速什麼都還好 對我來說 都不是那麼重要 反正就是 跟大家聊天輕鬆的 因為像中午直播就比較沒有壓力 像如果我是 5點直播的時候 我可能就 晚上敢丟垃圾啊 還是敢出門什麼 就會 就會比較趕 那中午直播就可以比較輕鬆 通常第二天都播1小時 但是我今天就播到1點半 好 謝謝新修檸檬的魔法棒 中午直播 中午直播只要對付早餐 你說我的早餐嗎 為什麼早餐又用到對付 謝謝中喵的樂福 謝謝坤坤的新知貫 看我會不會累 好像不太累耶 因為今天 睡得蠻飽的 然後還有吃 吃了老鼠最喜歡的 揮筷子 還有起司 這真的是老鼠最愛的食物啊 太棒了 可以來加好的樂福 看下蘿莉娜 咕咕咕咪 好 好 謝謝楊熊的新知貫 覺得起司真的讓我很開心 這什麼老鼠發言耶 我才不是老鼠耶 好像沒怎麼看到我喝飲料 對 因為我是一個很愛吃麵包的人 然後我也不太會乾 我通常都是吃完全部才喝飲料的 可是因為我剛剛有聊天 所以 中間還是有喝個幾口 我前兩天有跑 有去跑回轉壽司嗎 欸我要 我就想到一件事可以講 謝謝楊熊的新知貫 對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新聞 在回轉壽司上面 居然出現了一隻十公分長的老鼠 然後在上面跑 這個事情我就有話要說了 其實 其實我真的有去跑過 我真的有去跑過 因為我有說過我很喜歡慢跑 那個回轉壽司台 超大一圈的 我只想說 欸那個我以為是 我以為是長跑的跑道 而且邊跑還可以邊吃壽司 多棒 壽司超好吃 我只是想運動隊 但是我要澄清一下 你們看到那個新聞上面那一隻 不是我 十公分的那一隻 不是我 那個是我的 那個不是我喔 我要澄清 那一隻不是我 我沒有那麼笨笨到被 被 客人發現還上新聞 那一隻不是我 我都是很有技巧的 那是我朋友嗎 對 那我朋友 等一下 那不是我朋友 我沒有那種 我沒有那種朋友 不認識他 有沒有 朋友 女朋友開始做錯事 耍白痴了什麼 那你朋友嗎 不是不是 那不是我朋友 直接不認識了有沒有 好 開始切割 是不是我帶他入坑了 不是 不是我 人家這很 好憨傷啊 你看 一邊運動 一邊吃壽司 多開心 這不是我朋友啦 真是的 要慢慢拿到上新聞了耶 吃黃祕書吧 太餓了 黃祕書怎麼可能只有十公分 黃祕書耶 黃祕書 黃祕書應該 我不知道黃祕書幾公分 不好意思 黃祕書怎麼可能只有十公分啦 切給文心的花枝金翠 其實那是鼠型壽司 鼠型壽司是怎樣 其實那家店賣的都是老鼠喔 夾起來是老鼠型的 黃祕書 黃祕書去跑會被抓 黃祕書去跑那個台子就倒了 太重了 黃祕書比我高十公分 對差不多有 我覺得比較小隻嘛 會垮 會垮 不行會垮 直接 那個回轉的時候 直接變骨牌 有沒有 一個接一個倒 耶 我要吃最後一口了 有瓜子跟起司 いただきます 好吃 謝謝Akia的掌聲如麟 獵者結合IG的新動能動態壽司 動態壽司不是這樣動的吧 謝謝米酒Nenove 吃完了我要來喝我的黑豆漿了 吃完了 我確定黃秘鼠會在上面跑 我們突破盲點了 黃秘鼠怎麼可能運動呢 減肥永遠對黃秘鼠來說是明天的事情 黃秘鼠怎麼可能在上面跑 所以上面那隻絕對不是黃秘鼠 我幫你們用排球法刪去 那隻不是黃秘鼠 黃秘鼠不會運動 那隻不是黃秘鼠 欸可是為了吃 為了吃懶人有可能哦 人家不是會說現在社會上有一些很現實的人 為了錢什麼都做得出來 黃秘鼠大概就是那種 為了吃什麼都做得出來 黃秘鼠只負責吃不跑 所以就被抓到了 就被抓到了吧 再不跑啊 鼠群 不知道你們說的鼠群是什麼 鼠群都在聊什麼 鼠群都在聊老鼠的日常 老鼠的日常很無聊 你們不會想聽的 裝成喵喵支持黃秘鼠 支持黃秘鼠幹嘛 運動嗎 用走的就能吃一排一盤吃過去 對他好幸福喔 鼠群在鼠群做什麼 他亂路啊 聊我的日常 黃秘鼠也是鼠好不好 黃秘鼠待在迴轉的出口 他在出口然後一直等食物過來 是不是 他只是要把嘴巴張開 就有食物過來 謝謝中澤告白氣球 米娜知道黃秘鼠有異名了嗎 我好像知道 我好像知道 為什麼你們都知道 為什麼你們都知道 你們這個都黃秘鼠粉絲喔 消息這麼快 趴著不動壽司就會送你嘴裡 品還算電氣鼠 皮卡丘也是鼠類嘛 盤子都一起吃 盤子怎麼塞得下啦 你們真的都是鼠粉耶 你們只要是老鼠都喜歡是不是 米娜跟黃秘鼠一起喜歡 好玩 突然快轉 喝完 幸福 幸福疊鼠 豪哥還嫌自己追蹤太少 豪哥是誰啊 豪哥是誰 豪哥 哈囉人好 午安 幸福的是 好像可以來念一下排名 米娜不認識豪哥 嗯 為什麼大家都認識豪哥 等一下 豪哥 豪哥是誰 豪哥是壯壯的stuff 生日會有趣 喔我好像知道 那為什麼你們都認識豪哥 豪哥很好笑 為什麼小千會覺得豪哥很好笑 豪哥是專門安檢的 是喔 所以每次活動都是他嗎 什麼意思 豪哥會跟你們聊天是不是 其實我沒有很認識豪哥 那你們這麼一說壯壯的工作人 我好像知道是誰 豪哥推斯亞 真的喔 生日會去撞桌子 蛤 誰 誰 我沒有看過 我沒看過豪哥撞桌子 謝謝家好人 告白七球 豪哥現在是露露推 豪哥到底推誰 豪哥還會丟成員禮物 什麼 豪哥會丟成員禮物 所以豪哥現在在嗎 豪哥現在在嗎 豪哥現在在嗎 米娜跟豪哥不熟 豪哥應該不推我吧 我都不認識他 如果豪哥推我 應該來找我搭話了 米娜 豪哥剛剛有進來晃一下 真的假的 你們要跟我講啊 你們要跟我講啊 這樣我就跟豪哥打招呼 豪哥叫什麼 就叫豪哥嗎 下次豪哥進來 大家要 告訴我說 豪哥 豪哥來了 豪哥好這樣 這樣我才會看到 哈囉 無尊無安 豪哥有來喔 我真的不知道耶 我真的不認識豪哥 我真的不認識 我還以為你們說 你們說家好是豪哥 他沒推米娜 他進來的時候 你們就趕快說 豪哥好 豪哥 就把它說成是推米娜 好不好 我們下次 下次我們的戰術 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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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滴滴喔 是滴滴還不 還不推米娜 笑死結果大家都認識豪哥 現在最有名的兩個工作人員 一個 一個是黃秘鼠 一個是豪哥 對 對 一進來就 咦米粉豪哥有沒有 豪哥的滴滴傳說 好好 下次豪哥來跟我講 我真的不認識豪哥 好啦我要來念今天的排名了 今天的第13名是太空 謝謝太空 第12名是命 謝謝命 第十名的是祢狗 ㄓ歌 等一下我要蓋掉 我要回電了 謝謝任哥 第十名是 ㄓㄓㄓㄓㄓ isso 第九名是熊熊 謝謝熊熊 第八名是 忠哲 謝謝忠哲 第七名是 家豪 謝謝家豪 豪弟 好弟 第六名是想睡覺 謝謝想睡覺 第五名是阿啓拉 謝謝阿啓拉 第四名是夏娥 謝謝夏娥 第三名是翰翰 謝謝翰翰 第二名是欣盈 謝謝欣盈 第一名是蘿莉郎 謝謝蘿莉郎 謝謝大家 海白五安 他有豪哥有豪弟正常的 突然有點卡 碧如姐也有名嗎 你們到底認識了多少士大夫 真的喔 回溯是什麼 就是會跳針的意思 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我今天手機阿 有可能是因為我今天手機沒有電了 他現在已經剩不到10%了 所以我要 我要趕快關直播了 有可能是因為手機沒電 效能比較不好 通常滑入決 começa 讓人看到招呼 好不好 exerc externally 您都是 taunya 大部分 沒什麼就是 小腹 掰掰囉 禮拜五見 掰掰 愛你們 上班加油 聲音不見了 哪裡 掰掰 我會找可愛的角度 王子 標馬尾好了 掰掰 望激 失敗 嗯 水